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是在台湾 花生也可以叫做土豆 好 可是土豆在中国则是马铃薯的意思 所以土豆可以是花生或马铃薯 就像杜鹃可以指杜鹃花或杜鹃鸟 小舒娃说得没错哦 也因此科学家制定了一套世界通用的生物命名法 二名法来解决沟通上的问题 那二名法是如何对生物命名的呢 二名法由属名与种小名组成 以拉丁化的文字书写 且需要以写体或加底线表示 属名为名词代表某一类生物的名称 一个字母要大写 种小名为形容词 可以用以形容该生物的特征 发现者或产地 下列有关二名法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俗名符合二名法的规则 B 属名必须大写 C 种小名为名词 D 属名为形容词 正确答案为B 原来如此 那么杜鹃花与杜鹃鸟 用二名法所命名的名字 分别为何呢 杜鹃花的学名为 Drododendron or Dami Drododendron是鼠名 代表杜鹃花鼠 O Dami 是种小名 用来纪念一位来台的 英国植物采集家 Richard O'Han 杜鹃脑的学名为 Cuculus polyacephalus Cuculus 是鼠名 代表杜鹃鼠 Polyacephalus 是种小名 意思为灰头的 什么是学名啊 学名就是生物在 学术界上的名字 遵守国际通用的命名法则 也就是二名法 哦 那我们人的学名是什么啊 Homo sapiens Homo 代表人属 Sapiens 则是有智慧的意思 哇 感觉二名法很厉害耶 能够给每种生物取名字 又不会重复 那么是谁发明了二名法呢 是瑞士科学家博安兄弟发明的 不过真正将它发扬光大的 是瑞典科学家林奈 为什么林奈要将二名法发扬光大呢 因为林奈所处的18世纪 正好在地理大发现之后 当时发现了许多欧洲没有的物种 可是这跟二名法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二名法被林奈推广之前 新物种的发现者 大都以自己的喜好命名 导致不同物种的名字重复 或是一个物种有许多名字 哦 那就跟我们遇到的杜鹃问题一样耶 对啊 所以林奈就开始在她 植物学的著作中 使用二名法为植物命名 后来她也用二名法为动物命名 逐渐将它推广到所有生物的命名 学术界便沿用至今 感觉二名法的名字 就像是生物在学术界的身份证呢 你的比喻很好哦 下列有关生物的命名 何者正确 A 俗名能明确表示一种生物 B 二名法以英文书写 C 二名法只适用于植物 D 一种生物只有一个学名 正确答案为D 俗名指的是以当地语言对该生物的称呼 因此不同的生物可能会有相同的俗名 而一种生物也可能拥有多个俗名 以土豆为例 在台湾代表花生 而在中国则是马铃薯的意思 学名由鼠名与种小名组成 以拉丁化的文字书写 需用写体或加底线表示 鼠名为名词 第一个字母要大写 代表生物的亲缘关系 种小名为形容词 形容此生物的特征 产地或发现者等 全部小写 亚洲黑熊的学名为 Ursus dybadanus 台湾黑熊的学名为 Ursus dybadanus Furmosanus 比亚洲黑熊多了Furmosanus这个字 你觉得Furmosanus代表什么意思呢? 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下次再见咯 拜拜